今天晚上我们又是猪脚焖黄豆了 小妮在洗青皮黄豆 洗一下用水泡一下就可以了 脖子都扭了 怎么扭了 我发现你们一个两个三个都是 不是这里扭就是那里痛 就我一个正常人 就我啥都没事 这是我们的青皮黄豆 煲汤也可以 打豆浆做豆腐也可以 我感觉是不是火太大了 旁边都冒黑烟了 我要加上我最喜欢吃的青皮黄豆下去煲 倒里头 煲出来的汤特别甜 咋哭啦 这个猪脚 这个猪死的好惨 感动哭了是吧 我补个浮沫 太腌了 今天晚上直接喝汤 都没有吃饭 都不包饭 那就直接喝这个青豆汤了 嗯 都没大锅 今晚豆子得撑了 猪脚包鸡汤 包那个 叫什么 豌脚 青豆 猪脚包青豆 拍点瓜子 先烤火边吃 边烤火边吃 就是阿姨 我先来 好的 先尝一下好不好吃 这个汤很甜 我觉得 你尝一下 甜吗 这个豆子还不够辣 不够辣 我再炖一下 先喝完碗 看这个煮出来的汤 可浓稠了 吃点肉 又香又甜 胃口不够辣 老汤倒出来 倒得太早了 应该要等一会再倒 慢慢煮吧 好 我们先吃饭了 刚刚已经吃饱饭了 这个人才丢了这个 竹子下来熏了 徐姐都熏跑了 到处都是烟 准备直播了 很多朋友就好奇嘛 小九为什么会选择老汤 要啥没啥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长得又歪嘴 其实我看一下 其实长得还是蛮可以的 这个事情我也深思熟虑了好久 我觉得除了 这确实是除了现在之外 其他的都还可以 问他 他肯定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嘛 其实真的是除了负债 其实其他的 不管是性格 各方面呢 都还行吧 吃苦耐劳嘛 而且也很上劲嘛 就是男的最怕就是不上劲 但是他也比较肯拼搏 所以呢 觉得还是 就像有的网友说的 可能错过了老汤 就找不到 比任何一个比老汤更好的了 所以就这样吧 以后就这样了 就 好好努力吧 就是生活 也并不是除了钱 还有很多的东西的 钱也是吃药的嘛 生活是用药的 钱是吃药的 我们在这边的咖啥 我们就把这边的咖啥 不是 我们就要留在咖啥 地面是否就在咖啥